Om Guru Lenshan Siddhi Ho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密教的这个七日往生法 那我们晓得这个显教有七日往生法 那就是阿弥陀经里面的 提到这个一至七日 那你能够一心不乱的念佛的话 临终的时候这个阿弥陀佛跟诸圣众 现在其前皆迎往生 这个阿弥陀经里面有这个一到七日 念佛一心不乱 那么阿弥陀佛跟诸圣众 现在其前皆迎往生 这个是一般来讲起来是很重要的一个往生的一个方法 那么要再讲这个密教七日往生法的时候啊 往生 我们先谈到这个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在芝加哥啊 有位毛和官师兄 那么他的往生啊 更加的这个奇特 他有好几种现象啊 显示他已经往生 第一个 他一先知道这个死期 在他临终之前啊 有一个声音告诉他 一四日 一四日 就要往生 那么他往生的时候啊 刚好是一月四号 就是一九九七年了 一九九七年的一月四号 这个一先知道死期啊 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一般来讲 只有这个大德高僧啊 能够知一先知道死期 这个毛师兄啊 能够一先知道这个死期 就是不简单的 我们学佛的人知道啊 以其中啊 很多的不知 三不知当中 其中的一样不知 就是不能一先知道死期 任何人都一样的 但是能够一先知道死期的 一定是修为啊 他的修行已经很高深的 可见真和秘法的这个殊胜 再来呢 他死的时候啊 他还能够持咒 还能够念佛 念阿弥陀佛 这就不简单 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啊 一心不乱念佛 持咒 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啊 能够一直跟着念佛 他还面读这个笑容 面露 面露微笑 人死的时候 大部分是恐惧 惊 惊 发龙 失色 整个脸啊 变青 变白 很难看的 很难看的 但是这个毛和官师兄 脸色啊 脸色啊 持咒 还微笑着 含笑 而是 这个都是往生的象征 不但知道死期啊 死的时候还念佛 还面露微笑 还有呢 他作画 他这个作画也是很特殊的 那个 那个 他的这个背斗啊 可以这样子站立起来的 临终的时候啊 还特别这个椅子啊 还是能够站立起来 既然是作画 这个都很难得的 因为人在死的时候啊 全身一点力量都没有 如何坐着走呢 他能够坐着走 这也是非常神奇的 还有一个象征 你知道大巴法王佛化 十六世大巴法王佛化的时候啊 空中现出彩虹 那个红光啊 彩虹非常漂亮 直立的 往西空中升 今天我们的这个啊 这个 毛和官师兄啊 他在佛葬场 佛化的时候啊 空中现直立的彩虹 西空中现直射 西空中一点云彩都没有 既然现出这个彩虹 很漂亮的 很大的这种 啊 七彩的彩虹 就在佛化的时候 很多人 大家一起 都能都看到 更特殊的是 佛化以后啊 前身啊 他的头部啊 取下很多的蛇蜊子 白色的结晶啊 坚固子 蛇蜊子 这个也是啊 大德高僧才有的 他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啊 跑到这个日夜谈 要看蛇蜊子 跑到日夜谈啊 玄庄寺 玄庄寺去看 玄庄法师啊 啊 这个唐上帐 玄庄法师的蛇蜊子 小小的 去看那个蛇蜊子 一点点的蛇蜊子 现在我们真佛中的弟子 啊 支撑雷尚寺的毛和官 他身上啊 一样取下无数的蛇蜊子 不知道有多少 数也数不清 他们去捡的时候 只捡一部分 那一部分啊 从那个地方啊 黏住这个头盖骨的地方啊 取下来 就不知道有多少蛇蜊子 这个就是一种 成道的一种象征物 蛇蜊子本身就是成道的象征物 象征物 多数往生的罪相 还有呢 就在头七的时候啊 在诵经啊 在诵经当中啊 他显化出来 跟联 在虚空中显化出来 让他的亲人看见 让他自己的夫人看见 他跟莲花同志 他跟莲花同志两个在一起 而且呢 是好像是说 是非常亲近的 在一起 这个就是往生的 这个就是往生的对象 往生 显化给亲人看到 他跟莲花同志在一起 非常的啊 平安 非常的吉祥 非常的安乐 往生佛国 大家想一想 能够一知死奇 死的时候又能够念佛 面带笑容 又是做法 另外天空出现彩虹 又有蛇蜊子 又显化给亲人看到 是往生的对象 真佛中啊 真佛秘法 确实本身来讲起来 有大的效应 有大的效应 能够往生成佛的 这个都是不可以否认的 那么也是实际上 有正宴的 我们将来啊 要把这个毛河光 往生记 编成一本小册子 让世人认清 真佛秘法的可贵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的本命